台北馬街 台北馬街 台北馬街來說的話 那因為它是早期的一個發展的區域 如果說是以機能性上面來說 它的一個生活機能相對是比較方便的 除了整個雙年站周邊的一些市場的機能之外 那另外來說它離零下夜市也不遠 房價的部分的話 以雙年商圈這個區域 以台北馬街的這個區塊來說的話 這幾年新的案子比較少 那當然有一些案子它可能會是改建案 如果說是改建它是以這種大坪數號在定位的話 大概也都會落在七八十萬以上 那但是如果說是中小坪數的一些 中古屋的產品來說的話 比較合理的價格大概可能會落在五十萬上下 但是因為這個商圈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它有很多的一個所謂屋齡的一個落差 那屋況相對而言它的落差也比較大 如果說是以這幾年紅線的幾個 三體之間的一個變化來說的話 其實中山的漲幅是比較強的 那但是相對之下的話 雙年它就會比較平緩 我們認為就是雙年平緩的原因 一個是說它的交易量本來就沒有那麼大 因為區域選擇是相對比較少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就是 對於購物人而言它可能會寧可轉進 比如說像中山這樣子的一個雙捷運站 那在選擇性上面來說比較多 那未來的一個前景也比較好 我們就走 Universal看起來 一個人的影響 對於購物人而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